这个视频我们开个箱 罗德的麦克风 Wireless Me 今年的新款 国行的中英公司带领 目前还没有拆封 在开箱之前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我花1200多块钱 买这款麦克风 而不是Wireless Go 或者是萌马的S1 或者科迈的Vimo S 这要从我的需求说起 现在各位看到的这个视频 收音是用iPhone14自带的麦克风收音 我之前用小米10拍摄视频 用它来收音 其实这个小米10手机 它的收音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比一般的麦克风要好很多 但是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经常容易爆音 最近这半年 我都用iPhone14自带的麦克风收音 效果比小米10要好一些 但是偶尔也会破音 另外以后我还想 多拍一些上镜的镜头 这样就需要一个无线麦克风 最近我看一个是萌马的S1 还有一个科迈的Vimo S 这两款都是将近600块钱的麦克风 而且都支持双发射器 对我来说也足够用了 价格还便宜 据说效果也不错 但是当我听完音质以后 我发现还有一些可提高的空间 这玩意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最早之前是用苹果手机 自带的那个耳机 它带了一个麦克风 我用那个来收音 效果也不错 但是不太好用 可能跟我经常做 或者经常有静电是有关系的 经常有随机的这种杂音 后来我就换了一些其他产品 最后换来换去 换到了这个罗德的M3 这种的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其实不贵 五六百块钱 但是收音效果非常好 但是它是这种单指向的 只能这么说话 它才能听得很清楚 这个麦克风也用了很长时间了 是卡农口的 它也没坏 一直挺好用 里面用的是电池 我把它接外接声卡上 做直播的时候用 后来单配的电池 这个电池也很给力 充一次电能用半年 很可惜的是这个麦克风 它不支持长远不离的 麦克风的方向必须对着嘴才可以 我用的是卡农口转3.5毫米的 这样就可以插在这个小声卡上 用这个麦克风了 效果很不错的 因为它的音质不错 从而也就提高了我的 对产品要求的上限 萌马和科迈的那两款 如果我买了 我估计会有点小遗憾 所以说我就想买那个 Wireless Go 2 Go 2 Go 2双发射器是2021年出的 这个Wireless Me是今年2023年出的 它们三个音质是一样的 但是这是个简配版 就是戴这个logo的 它是个简配版 它没有板载的录音备份 也没有屏幕 它的设置都需要到手机APP里面去操作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而且只有一对一一拖一 但是对我来说足够了 这款产品现在的价格是1200多 那个Wireless Go 2的一拖一是1700块钱 而且还不带安卓或者苹果手机的线 卖家会给你配一个第三方的线 但是这款它是配了那两条原厂线的 那两条原厂线好像每条得在160到180之间 合着这个机器本身也就不到1000块钱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因为这个是国航版 我在某东上看见一个也算是半自营的海外版 Wireless Go 2的一拖一 那个是1100多块钱 然后我再花几十块钱配一条苹果线 1200多也可以 只不过它的售后是一年 这个好像售后是两年 价格应该和这个差不多 对我为什么不买那个呢 那个虽然不是国行的 但是也有质保 店铺质保一年 这个顶多是一加一年 这个开箱视频先到这让我想一想 好 好 感谢观看